记者林嘉东新北报道,以孙姓男子为首的车售集团,专门吸收青少年担任车手,提领被害人存款的足迹遍及桃园以北一带。 新北市警局金山分局一局逮货松等七名车售集团,讯后权依诈欺罪嫌韩宋法办。 新北市金山区陈姓被害人去年9月间,遭自称为警察局、健保局与地检署等官署人员联合,以谎称陈的银行账户设计洗钱为由,要求陈缴纳罚款,解除监管。 陈信以为真,把提款卡、存折与账号密码交给对方,等陈发现不对劲报警,账户内45万元现金已遭提令一空, 按经新北市警局金山分局侦察队与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察第二大队第一队追查发现。 驱走陈45万元的车手集团是由孙姓男子为核心干部,伙同赵姓及时姓车手头,吸收桃源地区不良青少年加入孙街或藏匿在中国的集团首脑通知, 即告执照与时姓联系黄姓车手假冒台湾台北地方检查署人员, 持委造之台北地检署刑事传票及台北地方法院行政动管命令等假公文书, 向陈取得存折、提款卡及提款卡密码后, 转交其他车手至桃源地区提领45万元赃款后交给孙。 警方陆续带到孙姓等七名车手,为孙石口否认泛行, 便称无参与任何诈欺集团及从事不法行为, 是遭人恶意指控,但赵姓等六名车手都指正孙就是车手集团的首脑, 负责与中国的集团首脑联系, 警续后将孙等人依诈欺罪嫌法办。